上所說的他的損害有發生 我覺得這個損害已經造成了 選完了 我覺得現在對吳四懷的考驗 才正開始 他可以戴罪立功 也就是說 如果他在國會的問政裡面 非常的亮麗 他就可以把當初 怎麼去侮辱他 羞辱他的 那些把他扳倒翻過來 但是如果他表現得不亮麗 那他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就趕快請辭 要不就由新任的黨主席 來處理 做損害空管 我想這個對吳四懷將軍 他的考驗正式開始 這個考驗吳四懷將軍 自己的決斷了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在黨員的改組 剛剛佑正給我們提供 一個非常寶貴的 而且好的訊息就是 黨主席馬上要選了 國民黨的黨主席 3月 馬上要選了 我在這邊強烈的呼籲 有志要參選 國民黨新任黨主席的人 不要再講空口白話 就具體的提出你的改革方案 具體的提出你的組織的改造方案 具體的提出你的國民黨的中心思想 也就是你的主要的施政主軸的方案 具體的提出你的募款的方案 一個沒有能力募款的黨主席 也不用來當了 所以你要有能力募款 你要有能力提出黨魂 你要有能力對於組織怎麼樣改革 組織不只是中央組織 地方的組織也都要有提出具體的方案 換言之也就是說 你如果要選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 麻煩你就拿出一個句句實實 紮紮實實的 裡面都有血有肉的 這些牛肉把它端出來 不要講空話 不要講白話 大家聽煩了 聽過了 當然那是國民黨的事 國民黨自己搞 但是我還是強調一下 國民黨不要再勞大心態了 你已經兩次的在野了 人家民進黨是兩次執政 你已經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對 而且不做大哥很多年 而且不要忘了 你這一次的政黨票是33 民進黨的政黨票也不過是34 但是蔡英文得到了票是57 超過你民進黨26% 26 23% 蔡英文凌駕在民進黨之上了 其實這反映出一個什麼問題 反映出我們整個台灣的選民 告訴我們一個訊息 有總統加持 兩位黨有兩位的總統的候選人 有地方的組織 有財力 還有歷史的品牌 老底不過一個柯文哲什麼都沒有 就靠著柯文哲 60歲的柯文哲 就把民眾黨打出一個 11%的選票 1%的選票 其實這告訴大家說 新的勢力產生了 兩黨也不要自... 民進黨也不要拖大了 你也夠老的 這個... 為什麼我一直說 這個一定要改造 其實改造我覺得 我自己看 我覺得沒有任何的目的 就是要拿到年輕人的支持 重獲中間選民的青睞 就這兩件事情 你做了那麼多 不管辭當主席 還是什麼中常會如何如何 拳戴會要怎樣 才是什麼中平位 一大堆委員 還有什麼中平位 你知道嗎 一大堆 這些不管他怎麼改 你的目的就是 年輕人要支持國民黨 中間選民要青睞國民黨 就這樣而已 為什麼 來 接下來我跟大家分析 霍文哥一直講說他錯了 他到處跟他道歉 對不起 我錯了 因為他說他看到的東西 讓他覺得韓國瑜會贏 包含了我們的收視率 包含了網路上同時在線 觀看的人數 包含了不管是台北 台中 凱道 花蓮 新北 那麼多的大造勢 霍文哥看到的是這一些 所以他覺得他錯了 其實霍文哥沒有錯 那是因為霍文哥看的 都是傳統媒體 或說傳統選舉 過去媒體人會去衡量 跟去評斷的指標 但對不起 從這一次大選之後 不一樣 其實從2018就不一樣 來 韓國瑜 他強在哪裡 傳統媒體 大型造勢 霍文哥就看到這個 對吧 那小英總統呢 來 新媒體 網路社群 好 這兩個的差別在哪裡 在使用者 會看傳統媒體 會去大型造勢的 對不起 長輩朋友比較多 會用新媒體 會在網路社群上面 分享訊息 罵誰草包 對不起 年輕人一定比較多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韓國瑜長輩票多 蔡總統 年輕票多 那我再告訴大家 未來年輕票會越來越多 長輩票會越來越少 你說國民黨還說 我有五百多萬 抓著五百多萬 對 你現在有五百六 五百五十幾萬 對 我真的不好意思說 我沒有認足 就是別人的意思 你下一次選舉 這五百多萬 這五百五十萬 剩五百萬 再下一次 2022剩五百萬 再下一次 剩下四百五十萬 我不知道 也許有可能 那你就抓吧 抓抓抓抓 十天後 怎麼剩下三百萬而已 因為年輕人不斷的變多 不斷的變多 所以韓國瑜總統 為什麼這一次可以 票數從那麼高 因為他們掌握了這個脈動 這是國民黨沒有掌握到的 來 旁邊有數字告訴你 這一次三十歲以下的 一共選民 一共三百一十一萬人 首頭族有一百一十八萬人 根據統計 這個族群裡面 有八成以上的人 是支持蔡總統 三十歲以下 包含首頭族 有八成人知蔡總統 換句話說 在三十歲以下 包含首頭族裡面 蔡總統就拿了兩百四十八萬票 兩百四十八萬票 已經快要是韓國瑜的一半了 來 我們站往下看 2020年是這個狀況 那2022年呢 預估啦 生育率不太高 預估兩年後 首頭族可能再多將近五十萬人 這兩年後到2024 首頭族會再多五十萬人 所以每四年大概會多 一百萬的首頭族 也就是說下一次 除了這一百一十八萬之外 又有一百萬的人會加進來 但是 對不起 我說了 長輩朋友 我當然希望大家健健康康成一百歲 但勢必 勢必會減少 有人會生病 可能握病在床 沒有辦法出門 有些人可能就離開了 他也無法投票了 年輕人一直變多 手頭族一直增加 老年人 長輩的選民越來越少 這一定是趨勢 但問題是 搶攻年輕人目光的武器 現在都在民進黨的手裡 所以為什麼說國民黨一定要改 不改 沒機會了 你就等著被掃進歷史的洪流 然後也就看到民進黨 跟民眾黨的對決